在站桩庄稼中有这样一句话 逢站桩必要做到沉肩坠肘 那么沉肩坠肘呢 有这样一种练习方法 是对是错 大家你自己去决定一下 如果您通过这四个字去说 我沉肩 我要肩膀下沉 我坠肘 我感觉这两个肘肩像蹭跎一样往下坠 刚站两三分钟觉得挺好 但是时间只要超过八分钟 你就会觉得你的两个胳膊特别沉 如果稍微颈部不舒服的同学 你会觉得脖子呢非常硬 两个肩膀呢往下拉得很厉害 拉着拉着 两个肩膀就把你拉跪西了 那么这种情况 它到底是对还是错呢 请把您的答案打在下方评论区 我来说一下我的观点 如果我们来放松肩膀 等于说我们是在放松 我们肩上的上竖中竖和下竖的肌肉 我们坠肘用肘肩下坠 那我们只能说明我们刻意在往下沉 身上就没有捧进了 如果上身压力太大 我们的下盘是承受不住的 因为所有的力都是等量的 那如果我们自然放松在这里 反而会比你沉添坠肘要做得好 您觉得我说的对吗 关注我学习更多的战装知识